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所有市民好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好 好 各位朋友 我們做到了 這一場價值的聖戰我們辦到了 這個時刻不只是萬安個人的勝利 更是每一位台北市民 你們用手中神聖的選票 讓善良戰勝了側翼 讓正直戰勝了謊言 讓民主戰勝了黑鄉 讓光明戰勝了黑暗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我要向黃珊珊前副市長 陳時中前部長 表達最高的敬意 我要向他們兩位致意 感謝他們在選舉的過程 對我許多的指教 他們是非常可敬的對手 感謝他們兩位 展現了民主的風範 也謝謝他們兩位 讓這一次的選舉圓滿落幕 我也要謝謝所有的好朋友 對萬安的支持 為了台北的發展 未來我們還需要彼此合作 我也要謝謝每一位 用行動來實踐民主真理的市民朋友 對於那些投票給我的 我感謝你們願意相信我 把台北未來的四年交給我 對於那些沒有投票給我的朋友 我也感謝你們 對我的鞭策 每一張票 提醒了未來的市府團隊 我們會更謙卑 更努力 全力以赴 戰戰兢兢 毫不大意 而且如履不明 我們也絕對不能自慢 各位好朋友 對於台北 我的故鄉 這座城市 我有一些話 想要跟大家說 台北是大河的禮戰 它海納了各種的文化與價值 三百多年的肯拓 堆疊出來了特有的地形經貌 同樣的各種宗教 也保佑了台灣的民眾平安 帶來了希望和託付 台北的天空 照護著城市的轉動 也光耀著這座城市的交往 台北的發展 台北的故事 也順著河流的動脈 來持續溫暖地往前邁進 持續的開展以及孵化 這麼美麗的家鄉 這麼令人喜愛 令人感動 充滿魅力的城市 我已經迫不及待 要實踐我對台北的願景 而今天 今天 台北要正式啟動 而按下這個啟動鈕的 就是各位 讓曙光照進了黑暗 溫暖了台北 回想 從今年五月 我宣布參選 到今天開票 這一路走來 非常艱辛 並不容易 我沒有龐大的行政資源 但我用雙腳走遍的足跡 漢低低下的印記 跟市民互動 留下的溫度 來展現我要領航台北的信心 決心以及誠心 而我對台北的使命 對這片土地的情懷 市民朋友 你們對我的期待和信任 都是我最重要的初心和後盾 而各位 你們始終的陪伴以及相挺 更是我堅持奮戰持續走下去 最重要的原動力 謝謝你們 當我們歡心迎接勝利的同時 也是我們準備 迎接嚴肅挑戰的開始 全球化下的台北 沒有停下來的腳步 沒有辦法停歇 未來我會用人為財 從組堅實而且強大的師傅團隊 我要打造一個 連能有效率服務型的政府 市政的推動 不只要有效率 要有成績 也要有人情味 我會牢記我對於市民朋友的承諾 我也會實踐我所提出來的政見 我會帶領台北加大步伐 我會帶領台北發揮潛力 我要讓台北 躍入世界的行事力 要讓世界看到台北的偉大 以及爆發力 好不好 台北光榮的篇章 今天又再翻過一頁 未來我們不分藍綠白 不分你我他 我們一起在台北 我們一起在台北共榮共好 開創足夢 實踐自我 各位好朋友 其實我們所有台北隊的夥伴 大家好好休息 蓄積能量 我們也要馬上準備 為市民上工 好好的來完成市民神聖的托付 同樣的 我在這裡 我要感謝我最棒的競選團隊 每一位夥伴 每一位同仁 他們都有共同的目標 對於台北未來發展的藍圖 無日無夜的付出奉獻 辦公室裡面的燈 常常到三更半夜都還亮著 我也要感謝在這段期間 每一位指導我 幫助我 提點我的前輩和好朋友 我也要謝謝 包括吳碧珠議長 帶領的各區後援會 以及所有的志工朋友 你們的辛苦 才是讓萬安今天 得到市民認同非常關鍵的力量 我也要謝謝 所有的議員夥伴 在這段期間陪著我 走遍台北的大街小巷 讓我更了解台北市的每一區市民的需求 當然今天 在這邊 我也要謝謝 我的家人 讓我們歡迎市長的家人也到現場 給他支持 讓我們歡迎 這一路走來 謝謝我們說阿安市長的家人們 謝謝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媽媽 眼睛很大 幫我照顧孩子 讓我貨顧之憂 可以持續的打拼 謝謝他們 我謝謝兩位姐姐 在選舉過程 給我很多的協助和幫忙 當然 我要謝謝 我深愛的太太 房軒 分擔我很多的行程 幫我跑了很多的市場 跟大家肯拖拜票 還有我的兒子 德利 還有我的二寶 Oli 當然 還有即將誕生的三寶 承載了很多市民朋友的祝福 我非常感動 謝謝你們 當然 最後的最後 我要再一次的感謝 每一位台北市民 我相信 因為有你們 台北的未來 一定會是一個 沒有極限 不斷超越的偉大城市 對不對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所有偉大的市民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